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三十一集 鬼魂分为两种 一种是纯物理战斗性 像雪鹰这般 它们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但是却没有控制伤害人的精神 魂魄的能力 另外一种是普通鬼魂 它们也拥有远超常人的战斗能力 但是比起雪鹰这种纯物理攻击型的鬼魂 要差得多了 但是它们有控制伤害人精神三魂七魄的本事 实力越强的鬼魂 这两种能力也就会越强了 纯物理战斗性的鬼魂其实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普通鬼魂 灰炮道时炼制着雪鹰是有目的的 无论是和玄门中人争斗 还是和世俗之人争斗 这雪鹰都是一大杀技 毕竟很多玄门中人只会悬术道法 武力值一般都不会太强的 他可以靠这个雪鹰将对方一击必杀 而他没想到 自从他炼制成雪鹰之后 碰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秀有真气之人 而且实力在雪鹰之上 在如此情况之下 雪鹰的作用便变得是微乎其微了 还不如寻常的非战斗型鬼魂的作用大呢 掌反所修炼的羊爵 乃是治刚治阳的真气 对付这样 纯物理型攻击的鬼魂是最好的杀技了 但是对付普通鬼魂的能力便差了一些 普通鬼魂的物理战斗属性是能够隐藏的 若是普通鬼魂不隐藏战斗的物理属性还好 张反体内的治阳真气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甚至可以将其一击杀死 但若是鬼魂掩去了他本身的物理战斗属性 张反体内真气便没有太大用处了 真气对于阴气有克制作用 但是对透明的魂体却没有丝毫作用 想对付眼具物理战斗属性的鬼魂 就必须使用法器或者是悬门竖法才可以 沉思了一会儿 灰炮道士说道 道友 我们同为悬门中人 今天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今后 我带着王良离开平山市 不再为难白家 咱们交个朋友 可好啊 哼 不好 听到张反这话 灰炮道士的双眼便是微微隐迷 小子 你可别不是后代 我告诉你 大师的实力绝非你能够想象的 站在灰炮道士身旁的王良 指向张反怒声地呵斥 哦 是吗 那我可要好好地看看 这位大师的实力呢 好小子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 那就别怪贫道不客气了 灰炮道士一声怒吓 便见 那漂浮在半空中的血影 再次化成了一道餐饮 朝着张反的方向 攻击而去 瞬间 张反变痕的血影 打斗了起来 一声声的闷响 在整个房间之中传荡开来 几个回合过去 那血影明显处于下风 看到情形不妙 那回宝老道 又看了看旁边的王良 两人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转头便跑了出去了 虽然 这血影实力不如张反 但张反想解决掉血影 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他很想去阻拦那回宝老道 但是 奈何血影难缠 让他根本就不能脱身 这两人 要残害白小军 以及他的家人 白小军心中清楚 不能让两人跑了 不能张反开口 白小军便追了上去 一把 便抓住了 灰袍道士的胳膊 这白小军虽然会些功夫 但是灰袍老道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那也不是白给的 虽然体内没有珍奇 但是身手也是极位的灵敏 而且 实力 要在白小军之上了 两人交手数个回合 白小军便被老道 一脚给踹翻在地 而此时 张反腰间 装着白鬼的瓷瓶 当当当地响起来 女鬼 在狠狠撞见瓷瓶 她想从瓶中出来 拦住 那要逃走的 灰袍道士 还有王亮 可张反却不想让她出来 那灰袍道士 能炼制出血影来 还能控制血影 那倒数绝非是一般的 女鬼实力很弱 与灰袍道士交手 那无疑于是一卵击石 所以 张反便加快了 对血影的攻击速度 想打败血影 就必须 要把血影体内 能量耗光才行 不然 她总会对主人 指定的人 发动攻击的 血影刚从 酒壶楼里面 飘出来的时候 是近乎于 凝成实体的暗红色 经过和张反的激烈对决 此时的血影 已经变成了 很浅的淡红色 看样子 很可能在张反的某一次攻击之下 化为激烈 白小军被灰袍道士给击倒 并未放弃 站起身来 继续和灰袍道士对战 几招之后 白小军再次被打倒 那灰袍道士 看出白小军的执括 他必须要把白小军弄死 这白小军 才不会再掺着他不放了 他一把抽出了背后 既能杀人 又能杀鬼的长剑了 此剑是用武帝钳穿起来的 但并非是用红绳串练 而是用金属组成的 并且 还有一个非常的锋利 寒光凛厉的剑尖 这剑 那灰袍道士 一步跨出手中持剑 朝着白小军的脖梗 便刺了过来 正在一旁的王亮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无比诡异的糊涂 这是他最想看到的 但就在挥袍道士 手中长剑举利白小军的脖梗 不足五公分的时候 一口阴红的鲜血 周然从挥袍道士的嗓尖喷出 他的身体 也在轻刻间 被震退了数步 用长剑 才勉强支撑住了身体 而此时 张帆 也从采钢房里面走了出来 刚才之所以 挥袍道士会被震退 是因为 张帆一拳 把血鹰给震碎了 血鹰乃是挥袍老者 连之而称 两人气急相连 血鹰被打散 老道 必定会受到牵连 见到这一幕 王亮急忙跑到了 老道的身边 大师 您没事吧 快 扶我坐下 老道艰难地开口 王亮急忙把老道扶着 坐在了地上 他看了一眼 扎在地上的 五弟前剑 又看了看 满脸苍白身体 极度疲惫的白小军 一步跨出 拔出五弟前剑来 一剑 朝着白小军的胸口刺去 看到王亮动手 张帆一步跨出 他武力强大 速度 自然也是远远超过王亮的 瞬间到了王亮的身前 一脚 便踢在五弟前剑上 一拳 又狠狠地向着王亮的胸口 砸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闷响 王亮的身体 重重地倒飞而出 一口阴红的鲜血 从王亮口中 重重地喷了出来 王亮对于白小军 发动攻击 也算是 为回炮老者 争取了一点时间了 他稳住体内气血 缓缓地 又站起身来 他心中十分清楚 在武力高强的张帆面前 他根本是逃不了的 索性便开口说道 道友 你我同为悬门中人 请你网开一面 另外 为了这么一个普通人杀我 对你没有丝毫的好处 你今天若是放了我网禅 他日 我必会加倍地报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给你订阅 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订阅留言